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实话吧 钱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那么几秒钟是相信了的 但随后一想 感觉有点不现实 钱江见我的表情 便又苦笑着说道 我就说吧 说出来你也不信 我只好打了个哈哈 我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我上着谎 他写着小说 各自干各自的事情 到了十一点 钱江走了 我算着时间也该下机了 现在我和圆梦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深述了 他很乐意和我聊天 他说他特别惊讶 我这都好几天了 现在看起来就是有点睡眠不好 跟杂事都没有一样 好吧 如果这样说的话 不知道我是运气好还是不好了 其实吧 要不是眼镜胸相助 我得早挂在这里了 未来一片迷茫啊 我们俩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 我们呢 也得知了圆梦一直待在这的原因 原来他父亲重病在身 急需要用钱 而张老板直接就开高价让圆梦留下来 毕竟圆梦是和晚班的交接班 交接圆嘛 他现在在的话 张老板的工作进展起来就要顺利很多了 转眼间到了十二点了 圆梦也该下班了 他和我多聊了几分钟之后 背着小包包就准备走了 这个时候我一下叫住了他 有点难为情的说道 那啥 能不能先借我一百块呀 发工资来还 圆梦很明显愣了愣 不过很快从包里边掏出了两张红票子 让我先用着 不小心抛多了啊 多给你一张 有了再还吧啊 我把钱揣进了包里 也颇回无奈 身上是真没钱了 还得吃饭呢 圆梦走了之后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见许多人还在兴致勃勃地上网 我心里羡慕无比啊 他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生活方方面面的压力 可是他们还得活着呀 他们的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我麻木地坐在吧台里 麻木地点开连续剧 麻木地抬着眼皮观望着 现在的我是孤独的啊 头上的吊钟 哒哒地走动着 走到某一时刻的时候 他发出了就像是紧敌一番尖锐的声响 凌晨两点半用到了 随即便是无辜的哭声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 这一次我看都没干 我直接走到了吧台 我看到蹲在那里的阴阴 心里不知道怎么样的 我起了一股悲伤 这次拿了糖和一些零食给她 她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 顿时 破题微笑 给我道谢 我伸手想摸一下她的头 但一转念 手又收了回来 我问音音昨天为什么要帮我 她说自己遇到了很多和我一样 都是夜班网管的人 但是她 他们都很害怕她 都不喜欢她 还有得骂她 只有我愿意和她说话 她天天给她糖吃 最后音音很认真的 说我是她的朋友 被一个鬼当作朋友 不知是喜事杯 不过像音音这么可爱的 也没关系吧 一人一鬼聊了没多久 音音的妈妈就来接她了 这次我能看见音音妈了 虽然穿着红裙 但是面容方面 倒不像上次见到的那么真灵恐怖 看起来还是个挺漂亮的女人 接近音音的时候 她还冲我点了点头 看来 我和某些鬼相处的还蛮和谐的 尽管我不觉不愿意去想 但是来自114号的呼叫声 还是如约一般响起 我往那边望了一眼 犹豫不觉 直到第二次呼叫提示音响起 我才下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往114号走去 在0114号街子大概两米的位置 我停住了 我死死地盯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背影 我做好了随时撒腿就跑的准备 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始料未及 只见中年男子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五十块的钞票 闲眼看着我说道 帮我拿一瓶可乐 一包玉起烟 谢谢 他这话一出 我就懵了一下 半天都没有去接钱 他又喊了我一声 我下意识地往桌子上看了一眼 那确实是144号 很快 我便反应了过来 心底泛起了一股良意 原来面前这个人并不是什么鬼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之前在凌晨两点半之后 遇到的那些鬼怪 而且眼镜说过 那个点就算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而面前这个人怎么会 但是正是因此 所以我产生的恐惧超过了直接 面对鬼怪的恐惧 因为眼镜还说过 这个网吧坐过 144号的活人会死 中间男人见我愣了愣 看着他 他皱着眉头问我怎么了 他似乎还感觉不到 危险已经降临了 我顿时急了 你特别急迫地 语气快速地说道 你快走 这这这这 哎呀 你赶快离开这里就是了 说着我还伸手去拉他 他直接拍开我的手 对我怒目而时 骂道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我能不能上网的 好 我还找人一起开黑呢 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慌神了 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 最后只好 把财在圆梦那里借来的钱 掏了出来 这这这这这是赔给你的损失 只要你离开这里就行 果然 钱还是管用的东西 这个中间男人一见钱就妥协了 虽然嘴里还在念叨着 但是语气就缓和了不少 我把钱递过去 他伸手过来接 没想到 在他触碰到钱的一瞬间 他整个人都定住了 他的目光 越过我的肩膀 急愣愣的看到我的身后 随后 他的大眼睛 慢慢的 放大 我能够清楚看见 他痛苦瞬间 放大了几倍 接着 他的脸因为恐惧 开始扭曲 整张脸像树皮一样 堆成一块一块的褶子 喉咙里 发出咯咯咯的灌声 这一变故太快了 我直接头皮一麻 便下意识的 随着他的目光 回头望去 但身后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东西 我不能想象 这中年男人看到了什么 我慌忙的 试图和他讲话 不料接下来 他的表情有恐惧 变成了极端的痛苦 他深处从自己的脖子上乱挠 他脑袋高高的扬起 就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正将脸瞬间变得通红 他吐出的眼珠子 似乎要被挤出来了一半 他就像第一天晚上见到的那个孕妇一样 慢慢的滑落在地上 在地上猛烈的挣扎起来 这个时候我真心可以用手足无措四个字来形容了 我试图去帮他 可是他此时力大无比 我连他手臂都抓不住 万分紧急的时候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没有犹豫 我立马把受伤的手上的刺 纱布给撕了下来 然后把稍微愈合的伤口弄裂 弄出鲜血之后 我使劲把血往他身上滴去 可是我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出现 中年男人还在挣扎着 但是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 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虚弱 很快他把双手放平了 眼珠子上狠狠地瞪着上方 然后一动不动 喉咙里发出了